歡迎收看11月12日的明報5點半新聞直播 安省今日公布了疫情預測模型 顯示全省大部分地區 國安都有上升的趨勢 約克區警方倒破了一個 以華人為主的邁人集團 拘捕了6人 安省今日有598宗的新增國安 多倫多有63宗 皮爾區有43宗 約克區和Soubrairie都有32宗 滑鐵路就有23宗 安省新冠病毒科學顧問小組 今日發佈了最新的疫情預測模型 自出由10月26日到11月8日 全省34個公共衛生部門裏 有26個地區新增國安數量出現增加 顧問小組自出 檢測人數保持穩定 但確診國安增加 反映出疫情反彈的情況是真實的 安省的確診率 由上個星期的1.8% 升至今個星期的2.5% 顧問小組說 近期的疫情走向尚未明朗 雖然目前的新增國安增加 但住院和ICU人數則保持穩定 不過顧問小組預測 ICU人數很快就會上升 到了明年1月 ICU入面的確診病人可能就會增加至200人 甚至高達250人 截至星期四 安省的ICU入面有130個確診病人 顧問小組將近期的個案反彈 歸咎於幾個因素 包括氣溫下降 多了人留在室內 上個月省府放寬了一些地方的人數限制 令室內活動增加 不過小組自出 安省受植醫療官木耳醫生 延遲放寬高危場所的人數限制來得及時 以及呼籲室內大口罩的政策 有助防止疫情擴散 小組亦指出 接種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防疫措施 長城拍賣評估行 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 可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 亦可上門合談 電話查詢647-533-3-888 或416-495-6888 或上Google搜索多倫多長城拍賣行 安省東面Belios市一間賣雞翼酒吧 擺明居碼 不肯檢查客人的疫苗證明 執法人員上門四次去查 酒吧仍然不肯改 結果現在他被罰了 罰甚麼 就是安省酒類及博彩委員會 吊燒他的酒牌 沒有罰到錢 沒有要他關門 他繼續可以開門賣雞翼 只不過是無得喝酒 這間酒吧叫做Wild Wing 是在當地Lorth Front Street 366號 執法人員是在9月29號 去這間酒吧檢查 老闆告訴執法人員 他沒有檢查客人的疫苗證明 也沒有要求酒吧內的客人 在未進食前要戴口罩 執法人員10月份再去過這間酒吧兩次 但酒吧仍然沒有執行檢查客人的疫苗證明 到11月9日 這間酒吧的酒牌不可以再賣酒 吊燒了酒牌 這樣就會沒有病毒了嗎? 公眾就會安全了嗎? 省市政府究竟怎樣執法 怎樣防疫呢? 如果情況不變 看來第四波疫情應該很快從臨安省 醫護人員、教師、公務員 不接種疫苗就連工都沒得做 但是這間酒吧不履行檢查疫苗證明的責任 就近乎可以逍遙法外 繼續開門做生意 你說這樣公道嗎?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加拿大副首席醫療官 Dr.Hurliel今天說 隨著天氣轉冷室內活動增加 因為棄容家的關係 市民在公眾室內場所 必須要加強自身保護 他解釋 情況就像二手煙一樣 病毒株可以懸浮在空氣之中 因此可以的話就盡量打開槍 若通氣系統不能夠完全運作 就要加強保護 像戴高校和合適的口罩 勤清潔雙手也可以帶來額外保護 被問到室內活動 像唱歌和卡拉OK 是否適合在聖誕街上進行 首席醫療官騰榮施說 市民必須致行評估個人的風險 主要是每個地方衛生局都有不同數據 若個案數目放緩 自然可以合理地進行這些活動 若個案催升 所有基本防疫規條就派上用場 加拿大首席醫療顧問沙馬醫生就說 正積極評估輝瑞提供二同疫苗的數據 除了臨床數據之外 還有製造數據 預計一到兩個星期內會有公佈 譚詠詩又說 預計未來幾個星期 疫情仍然會反覆 將會有波動 主要因為 全國合資格者 完全接種率有84% 但國內仍然有500萬合資格人士未接種疫苗 400萬小小也未接種疫苗 全國准人口的完全接種率是74% 他說聯邦政府推出強制公務員接種疫苗之後 預計仍然可以提高接種率幾個百分點 副首席醫療官Dr. Liu說 國家免疫顧問委員會LACSI 是緊貼最終家人免疫力的退減 暫時只向低抵抗力的人士提供加強針 以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士 普遍仍然有相當抵抗力 TIME ART 11月20日舉行線上中國古玩及藝術品販賣會 歡迎線上參加 TIME ART徵集收購代拍中國古玩及國際藝術品 免費評估 詳情可以致電647 640 9777 若克區警方最近拉了6個人 涉嫌發賣人口 操控女子在大多區賣淫 6名被告裏面有5人在華裔 警方在去年11月開始這個代號叫做Project AONI的行動 多個警隊聯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大同搜查令 去到大多區裏面的20個地方 有些相信是賣淫用的地點檢獲400萬現金 市值約300萬大麻和34支手槍 救出7個被操控賣淫的女子 警方說這個賣淫集團以滿Waiting VIP為名 在大多區裏面有多個賣淫場所 警方現在控告6人分別是38歲萬金屎男子D-Lun 被控販賣人口 靠賣淫收入衛生、賣淫廣告、洗漆錢、 藏有武器、拆裝和詐騙等罪名 另外47歲的萬金屎男子Jajili 28歲的萬金屎女子Ju Yuzang 40歲的烈志文山男子Haro Lai 和51歲的士加寶男子Jafri Puyumo 他們都被控以以靠賣淫得來的收入衛生 另外41歲的多倫多男子Jun Jin 則被控藏入販賣用途的大馬罪名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加拿大聯邦政府動用了數以百億計的錢 發放福利幫助民眾度過疫情難關 但就有欺詐集團乘機盜用他人的身份 提交了大量虛解的申請騙取福利補助 還利用相關的帳戶洗黑錢 洗白了的黑錢可能已經流到恐怖分子的手裡進行恐怖活動 加拿大金融交易報告分析中心近期提交的報告顯示 詐騙集團利用社交媒體僱用了大量人手 去盜取他人的身份資料 然後向政府申請加拿大緊急響應補助金 即是CERB 或是冒充商戶騙取加拿大緊急商業帳戶補 即是CEBA 然後將那些錢在銀行裏提走 報告分析中心表示 自從2020年初到今年10月31日 他們一共收到3095份涉及各種補助金的可疑交易報告 其中大多數還涉及到人口販運和毒品犯罪 有大約1500個報告是涉及到CERB和CEBA的相關欺詐 報告分析中心發現人說 他們現在無法提供有組織犯罪集團 究竟騙了多少CERB和CEBA的準確數字 卡加里大學法學助理教授艾哈曼德說 政府從一開始發放這些補助金時就說了 他們不會仔細審查每一個申請人 所以發生這樣的欺詐活動 一定都不出奇 詐騙集團在騙取補助金的同時 和透過相關的帳戶轉入要洗白的黑錢 黑錢是在可疑的銀行帳戶混合後 就會轉去被疑似從事非法或可疑金融活動的人 而這些人並不是住在加拿大 他們是住在一個受關注的司法管轄區 加拿大金融交易報告分析中心認為 這些國家和地區存在較高的洗黑錢 或者恐怖主義融資的風險 近四百名今年夏季以來 已經抵達大多區的阿富汗難民 對於不斷穿梭於不同的酒店居住感到不滿 利派難民今年夏季抵暴以來 已經居住過四間不同的酒店 最近一次是由列治民山的一間酒店 遷往士加堡東面的一間酒店 部分難民說對於他們來說 這是非常困難 主要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融入當地社區的生活 部分已經在社區裡找到工作 部分更加已經將自己的子女 安排到附近的學校上課 其中一位難民薩依說 在不同的酒店居住情況並不好過 若是旅行那當然是不錯 但若以此地為家 那就令人感到沮喪和失望 32歲的薩姨和太太今年8月 先去到列治民山的酒店 之後被安排到墨西西加市的酒店 之後又被安排回到列治民山 最近就要遷往士加堡 以民報回應 這是權宜之舉 考慮到不同因素 會審診考慮難民的回應 聯邦政府計劃 安置4萬名阿富汗難民 有3,325名已經抵達加拿大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起氣溫開始回落 跌到只有3度 而明天的日間平均氣溫又有7度 今晚的油價是144時先 明天預計都會是沒有升跌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一個63歲的男子在今年2月底 在打完科興疫苗後的兩天死亡 經過7天的死因研訊之後 今日三女兩男組成的陪伸團 退庭商醫藥4個小時後 一致裁定死者的死因傳異 導致死亡的原因是急性肺腫腫 死者李宇根中年63歲 生前有吸煙的習慣 患有糖尿病 俗稱的三膏和心臟血管生失 當時正排期做通波者手術 今年2月26日 在冠冲疫苗接種中心 接種手劑科興疫苗 在同月的28日 在伊麗莎白醫院不止 死因裁判官周圍處 今早引導陪審團的時候說 如果陪審團接納專家證人公稱 死者因為急性心肌緊失 引發急性廢水中致死 可以裁定死於自然 如果認為有其他因素 引發急性廢水中致死 但在言訊中 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其他所謂什麼 則證可以裁定死因存異 陪審團退庭商議約4小時後裁定死者 在今年1月28日 在伊麗莎白醫院死亡 死亡原因是急性肺水中 但無法肯定 導致死亡的是傷害還是疾病 死者受傷的時間和地點屬於不祥 最終一致裁定死因存異 而兩名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證員 較早前以專家證人身份作供的時候說 事主生前有長期病患 心肌緊失等的高危因素 打針後沒有過敏反應 一致斷定他的死亡事故並非由疫苗引致 另一個專家證人 心臟科專科醫生周慕馳也認為 事主的死因和科興疫苗沒有直接關係 而港大內科部臨床藥理科教授張文勇作供時則認為 無論有沒有接種疫苗 事主的情況都會惡化 但不排除打針是致死的最後一根稻草 死因言順早前傳召了16個證人 包括事主的親友 為事主診治及急救的醫生 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成員等 水徑高級督察林苑兒9月底信職後 一個26歲的前男警事源在社交網站發表 引起對政府憎恨和市民間不滿的言論 被控一項作出一項或多項 據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今日是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總裁判官羅德全 批將被告以2萬元保釋 期間不得離港 亦不可作出任何可以被涉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亦不可接受傳媒採訪 或是社交媒體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案件吳號至到明年1月14日再信 被告崔俊文報稱無業 被控在2021年9月25日至18日期間 在Facebook發表公開陳述 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或激起對其叛利 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叛利 或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 立法會的換屆選舉提名期 今天下午5點結束 選舉事務處說 今天收到8份提名表格 整個提名期入面 10個地方選區 28個功能界別 和選舉委員會界別 共收到154份提名表格 選舉主任將會在下星期四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以抽籤的方式 決定地方選區功能界別 或者選舉委員會界別的候選人聲明 在選票上的排列次序 和分配展示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 在2011年離開 現在是2021年 10年了 10年後回歸 做了女主角 唉 有甚麼想法 沒有啊 我沒有特別想 我沒有特別想 是否主名主角 有戲做有得玩就做了 嗯 還有太久沒有和Ban Phong和萬雄合作 嗯 就是他們兩個是 就是叫做今時今日有人認識周嘉儀 那他們兩個都真的幫了我好多 那部份是令到好多人知道 唉 咦 周嘉儀都做演戲 懂演戲 懂演戲 又寫 又是碰巧是Ban Phong拍 那就是很難得 就是同一個班底 嗯 那就是所以拍 但是離開那時候 人們都很開心的嘛 就是好像都 工作量不是那麼多 那現在回回去 那會不會覺得 好像有些兔氣揚眉呢 是 個個都是這樣說 但是我就沒有了 嗯 其實我離開那時候 沒有特別不開心的 因為做了這麼多年 就是做了十幾年 我在那裡十三 還是十四 沒有特別說不開心 那段日子 離開的 沒有特別不開心離開 而是剛好真的是王先生 就是HKTV開 開台樓上 那他邀請我 那他第一句跟我說的就是 就是我會給你多些機會 嗯 因為我們都不夠藝術 那我就覺得這個已經很吸引 那時候刺其二又走 又離開這些 那我又覺得好像很多東西 加加賣賣 那我就覺得 不如出去搏一下 那你覺得欠了一個機會 都是 嗯 那你這麼說的 TVB 那個 TVB 那個 就是 我又不理他是不是欠了一個機會 我就是覺得TVB 就好像 就是一間學校 我就 在那段日子 我反而沒有擔心很多東西 嗯 純粹就是做了 拍了做 那時候其實給了我最多機會 就是 戚 戚其二 還有 德哥 那我就覺得在那段日子 其實我又沒有壓力 你又不是主角 其實你只要演好那個角色 那時候是很簡單 想法又很純粹 其實是很舒服的 那段日子 然後攀上做主角 不如入行你也想做主角 熬了十幾年 十三四年 但其實你拍到我想 我想連幾兩年我都不是一個蠢人 連幾兩年你都知道其實 整間公司的運作是怎樣 你也知道那個機會 或者是否會是你 那你其實都大概 你都略之一二 那變成你慢慢一路做的時候 那你只會想 我希望我今次這個戲 多過之前的戲 那戚地又很好 他真的每一個戲都比多一點 比多一點我 那我就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已經很開心了 即是不貪心對下上主角這個位置 沒有 那時候沒有貪心 尤其是做了這麼多年 你很多東西 你開始越來越發覺 有些東西是真的天時地理人 即是沒有得強求 就算現在你出來之後 更加覺得很多東西 很多project 說做 說做 都可能丟了在那裡 你就算那個戲 開不開得成 都是一個很難 即是要很多東西加起來 即不是說 以前在TVB很開心 那件事就是 你不需要擔心的 你拍人這一套 拍下一套 安排東西給你做 但是你現在出來在外面的時候 你一套戲開不開得成 又是另一件事 開得成是不是找你拍 找你拍有沒有人出聲不想你拍 即是你有太多因素 你到達到你真的拍得成一個戲 你想想多難得 你已經不會再想很多那些 我拍完這套戲就很棒 即是已經不想這些 你只在想 如果我拍到都已經開到都很開心 現在的心態是 譬如現在當是回歸無線拍這個劇 那你會不會像小紅姐那樣 其實都想拿一個時候 其實沒有想拿不拿獎 跟以前在TVB做很久 不會想會不會做女主角那個 套路其實是一樣的 那又覺得 即是以我的 用我的判斷 我就覺得機會不會太高 嗯 所以我又不會刻意去想 真的很多年 忘記了 忘記了 你應該是這樣的也忘記了 我沒有再去計算多少年 不想嗎 其實 我之前他們訪問我 那陣子看的那些韓劇多 《代字星星的你》 那時候我就很想拍 那個男人這麼漂亮的男人 嘩 正到厲害 但是 現在沒有 譬如現在問我 我已經忘記了應該是怎樣跟男朋友相處 我以前是很癡的 很癡的 很癡的 整天都要見 但是現在我真的不知道我會是怎樣 青春就這樣流失 紋就這樣多了兩條 然後你的選擇又好像越來越少 人家選擇又少了 然後 那條數就是這樣出來 就是這樣坐了這麼多年 因為我 我很癡家的 就是我又跟爸爸媽媽住的 我都裙腳女來的 那我現在那個 就是我經常都癡住他們的 就帶他們到處玩 多陪他們 是啊 多些跟他們到處去 那他們又可以玩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和讚好 繼續支持我們